快出来啊 纪上一集说到 双叶幼稚园举办了运动会 到了午餐时间 每个人都去找自己的父母 准备吃午餐 而小星突然来到了风间这边 想要品尝下风间这边饭菜的味道 小朋友 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那这个就送给你吃好不好 你想绑架我对不对 在误会解除后 风间妈妈了解到来的人 是风间的同学 名字叫做小星 这时 风间妈妈提倡小星 拿自己的午餐来这边换着吃 而小星直接将蚂蚁的食物 拿了出来要换 吃的跟你交换 小星的妈妈 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啊 我妈妈是一个啰嗦的老太婆 怎么样 小星回到父母这边 看着午餐只有简单的饭团 不由得心生抱怨 结果却被美牙教训一番 要不是因为小星一大早的破坏 本来也能吃上一顿丰盛的午餐 下午的比赛开始了 在老大的讲解下 吉永老师开始向学生和家长 讲解游戏规则 而小星总能做出一些 出人意料的操作 好 找到自己的宝宝之后呢 让他骑在肩上返回终点就可以了 好 骑上来了 你快跑吧 骑反了 听到没有 给我抓紧一点了 紧一点 比赛规则讲解完成后 正式比赛开始 美牙费尽艰辛 来到了箱子面前 打开第一个箱子后发现 竟然是吓得屁股都发抖的正男 而正男妈妈 也在这时跑了过来 和正男抱在了一起 美牙看着众人都已经跑走了 立马抱起小星撒腿就跑 小星在慌忙中 捂住了美牙的眼睛 美牙由于看不清前方的路 直接摔倒了 撞到了所有人 而小星则晕乎乎的 来到了风尖妈妈的身上 你快点给我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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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牙的呼喊下 小星飞向了美牙的头顶 场面尴尬不已 广致看着眼前的画面 不忍直视